封难过的1个一点 快爆的一场 火爆的一场比赛 好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广州恒大对上海生花 中小联赛第19轮 大家上海角球 通网巴打头 本网巴 对 先看这是刚才德罗巴射门的慢性冲放 波约威胁一次定位球的攻势 善于用年轻的球员 而且善于发现年轻球员的特点 孙宝萱的角球 德罗巴投球 又一次通过角球的攻势 德罗巴威胁到了广州恒大的城市 而且我们看他的头的力量顶得非常大 对非常大 这个时候要注意看着他的蹊跷 而且他的判断这个球数就像是用角色门一样 这个谋方面的就是要用脑筋 不一定每个球都要上 每个球都要全力去拼 好的 这球看这是一个缺点 孙宝萱回锁 后来是空卡 打门 打到对方现在右脚再打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是一个右脚杀 如果这球呢打到左脚杀 看到他左脚杀呢 这球呢就希望比较大了 连续两次都是孙宝萱给对方的做球 孙宝萱这回停球 停得非常漂亮 交过来 这个球也是点的非常漂亮 孙宝萱胜好打在邱天一的身上 跟上右脚再打 没有控制好 拿一分 二场他能接受平均的结果 相反呢 管他恒大的能打平也无所谓 对不对 这一分的差距呢 对后面要追上了也不一定那么容易 孔卡的远射 出去了 出去了 一个是孔卡的一个那个 这是在之前有过一次远射的情况下 找了找感觉 对 这一回呢是调整球 得到吴平峰的横向做球 孔卡的远射 保尔赵红大队 打破了比方的将军 对 一会我们从慢性当中呢 再看一下孔卡的这脚顺便 刚才那脚顺便 已经是趁着门柱出去了 这是吴平峰给他打了一个二打一 开始其他球员以为他要给 结果他停球就是 他是打一个这种反弹球 另外我们可以看 莫雷诺领过来后 对 他领过来以后直接就起脚 莫雷诺作为后腰呢 在防守方面可能这个角色 对 并不是完全的融入 没有完融入 没有去盯的孔卡 也给了孔卡一个很好的打门的空间 孔卡一打进了个人在联赛里面呢 是第八的进程 嗯 孔里奇 孔里奇呢 这球领上来 孔里奇 速度了 一打一的速度 但是跟克莱奥呢 跑到一个点上交给吴平峰 吴平峰前 机会 克莱奥 克莱奥来了 很好的机会 对 而且呢 吴平峰出这个球也是出的相当的准确 相当的漂亮 我们看吴平峰没有停 这球已经出了 其实他啊 克莱奥已经是上满了 是 如果再早一下的话 早点起跳 押住对方的话 顶这个球呢 效果正好 没错 对方的无锡呢 跳起来 稍微是干掉了一点 干掉了一下 但是如果你要起眼跳的话 在空队押住对方 抢这个点的话 就可以很干脆的 撞进去 对 黄博文也进入到机局之内 直接转向后点的方向 克莱奥迪回来 莫里奇 没有办法起跳打门 回坐 射门 吴平峰的射门 还有机会 后点 看空卡把球戳起来 还有 红小婷顶面去 继续有机会 汤在操 汤在操了打门了 差一点啊 唐德超就放备心了 哈哈哈哈 唐德超这球没有打上力啊 如果打上力啊 是 可能这球球速度 进球的机会就比较大 一停 直接抽势 但是没有打 再高一点都可以 没错 对 连续出现了机会 现在把现场的情绪 完全的调动起来 对 德罗巴的顶防尤其要留意 对 苏博全把球开进来 头球 德罗巴又顶到了 后腿射门 漂亮 门前是空卡 空卡 很危险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 这是这个慢进 德罗巴 撑过来之后的地点 佛尔利亚 对 刚好是空卡站在这个位置上中 我们再从慢进当中 再看一下 佛尔利亚这个球 已经是摆脱了杨军了 连续选择他的原因 对啊 他的广耀 旺盛的时期 都没给他 不放心的 我来动 船进去 这一下子强点 宋国轩 把球撞进去 进球有效 一笔 这时候 这时候的盯人 禁区里的盯人 我们一会儿 从慢进到中 再看一下 露掉了 队友换位之后 杀到禁区里面的宋国轩 对 露掉了 露掉了 对 露掉了 露掉了 好的 球 红小提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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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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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领进去 转过右脚 突然打 天球 2比1 这回没问题了 这回没问题了 这是穆里奇的一个特点 还是在左边路不断的冲击 对 通过极强的个人能力 穆里奇 联赛第12个进球 所以说这个队呢 少谁不能少穆里奇 上一轮 穆里奇在关键的时刻 是上了致命的助攻 这回是自己解决问题 我们看看 这个球是完全的个人的能力 没错 一点没有没有说 太天了假的 呃 跟门章的斗智斗勇当中呢 也是果断的选择了一个进角 如果刚才呢 过了 空塔打进那个第二个进球 如果要那个球能打进他 又是穆里奇的助攻 控制还是要做好 对 穆里诺 转过来 左边路 百家俊的位置压得更加靠上 现在现场呢 那观众是情绪完全调动起来 完成了人了 莫雷诺的远色 2比2 这个球 这个球 给露了过去 嘿嘿嘿 这个球就是 有一点 对 不应该 不应该 是有一个变相还是 这是门前的一个反应 比赛打到80分钟的时候 上海深花再度把比分追平 我们再来看看 看一下 莫雷诺 莫雷诺这球是一个 哦 杨基 看这个角度 看这个角度 对 摩雷诺 看起来呢 可能杨俊还是在判断方面的 有一点点问题 有点问题 对 好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我们在中场联赛第十九轮 广州恒大对上海深花的赛事当中呢 是双方打成了2比2的平局 上海深花两度落后 两度追平 那广州恒大呢 之前对上海深花保持的三连胜 就停止了 嗯 这样比赛双方是各收获一分